今天呢想比较技术性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联邦学习的技术挑战和在我们Air这边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应用展望 那我的talk呢原本准备的是三个方向 我觉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会主要谈第一个和第三个方向 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些点点吧 那首先就是刚才其实杨强老师还有当宋老师也介绍了关于联邦学习整体的一个技术的概述 那它的大的背景啊包括隐私保护这个数据是要素市场的建立 其实有很多的背景我们是每天都在身边都能够体会得到的 那么这也为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数据市场的建立的产业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 因为从过去的几年来我们看到截止到比如说截止到今年的4月 我们周围的这个隐私安全计算平台服务产品已经达到20多个了 所以在国内呢这个市场是越来越红火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弥补可以去补充的机遇 比如说这个数据确权数据的定价 比如说我们那个隐私计算平台的这个权威安全认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还有呢就是说随着这个联邦学习的这个发展 那么除了这个金融还有其他的少数的场景之外 很多的行业它的数字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那数据价值的挖掘也存在的受限 所以这个是我们数据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产业机会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 联邦学习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个数据数据之间的联通 和保护用户隐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谷歌呢最先提出了这个横向联邦学习的概念 为众呢在随后我们提出了就是解决异构数据 他们之间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联邦学习的方法 我们称之为cross silos也叫纵向联邦学习 从横向联邦学习的角度来讲呢 它的核心的计算方法其实是这个联邦平均的这个算法 这个Fed Average的算法呢 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我各方呢把我的模型做间接性的这个平均 或者把我的梯度做间接性的平均 当然这种就是梯度平均或者模型平均呢 他们各有各的优缺点 现在的这个应用当中模型平均 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主要是兼顾了这个效率的考虑 那在谷歌提出这个联邦平均的这个算法之后呢 其实随后的这近几年我们所处的这个联邦学习的研究领域 有提出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平均算法的改进 那么它总结下来呢 主要是在于通信效率 还有参与方的选择 还有系统鲁邦性的这个提升 具体的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去参考 就是我们跟谷歌一起合作的这个survey 最近也是在那个Foundation and Trans 这个Journal发表了 那么我想提一点呢 就是说目前为止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落地当中 我们看到的就是梯度模型的这个参数压缩和参数吸数化 比如说量化 其实是用的非常多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其实我们也有对于这个量化压缩的一些深入的一些研究 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其实也是清华的 那个深圳伯克利研究院的丁文博老师的这个团队 一起研究的这个Adaptive Quantized Gradient 就是说它的核心思想呢 就是如果我这个Client端 它在梯度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它的差异 它和它上次更新 连续两次更新 它的差异越小 那么它的重要性就越低 所以它的就是需要的量化的比特数就越低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可适应的 或者隔开变的这个动态的量化压缩的这种方法 把它引入到这个联邦学习的横向的这个框架里面去 然后可以到看到它就是对于整体的这个通讯的 这个效率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其中的一种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联邦学习横向的应用 其实刚才杨教授也讲了很多 就是一个是谷歌Gboard 它的这个Next World Prediction 大家都应该非常了解了 就是手机端我们现在真正落地的这个 手机的输入法 谷歌的输入法 他们是用联邦学习在做 然后最近呢他们提出了这个Federt Learning Cohort 是为了做这个精准的广告营销 其实呢它的核心idea就是过去我们是以用户为单位 那么现在呢我把用户逐渐地分群 我让用户在这个群体当中去进行模糊化 所以它叫FL Cohort 但是这个在它提出之后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啊 在医疗领域呢 其实最大可能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英伟达的这个叫Melody的Project Melody Project的现阶段呢 它是联合了很多的药企大的医疗机构 还有学校以及英伟达的这个AI Platform 去做了一个整体的医疗的横向联邦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主要的这个应用就是Drag Discovery OK这是横向联邦学习 那在我们提出这个EGO的联邦学习的这个场景呢 其实是可以说它的应用在国内或甚至国外 其实是更广的 因为是百分之我粗略的估计应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现有的联邦学习的落地的产品 都在用纵向的这种场景 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不同的机构之间 把数据真正的去打通 那么在这种数据互补的这种价值 它往往比这个数据采样的这个价值的提升来得更直接 然后影响力也更大 所以纵向联邦学习呢 它的挑战就是说我怎么让这个不同特征的这个数据 去进行联合学习 那最终呢就是各方只拥有各方的这个模型参数 和各方的这个数据的结果 所以模型与模型之间也没有交互 不像横向联邦学习 它的模型之间其实是大家最终都训练同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参数大家都是共享的 所以这个是纵向联邦学习 纵向联邦学习可能目前来说有很多的分支了 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隐私机器学习保护的技术 在把它逐渐的优化 那它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通信高 因为它需要不同party之间它的这个反复迭代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提出了就是用这个BCD 也就是block coordinate 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特征维度之间 类似于谷歌fed average的思路 就是我做多次的local gradient descent 而不是每一次都横向的去交互 那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性能提升的很多 然后我们能够给出一些理论的证明的收敛的证明 那最终呢我们把这个algorithm 就是也是实现在fit的这个平台上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就是讲一下 就是多模态的易购数据的这个联邦学习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纵向联邦学习 它有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 就是它需要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对齐 就是说我同样的用户在party A也有 在结构B也有 这样的话我才能让他们这个特征维度有这个交互 但是在往往现实的场景当中 这种对齐的identity的这个数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如何在这种有限的前提下 我们依然能做这个联邦学习呢 我们就要引入这个迁移学习的概念 就是把迁移学习 用这个强数据捕弱数据这样的一个 迁移学习的应用 能够应用在这个联邦学习里面去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这三种场景以外 其实联邦学习发展到今天 它也有很多很多场景的这个分支了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就是说这个decentralized peer-to-peer learning 其实在很早也是在 可能2017年刚连邦学习 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过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是MIT的团队 提出的叫Split learning 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纵向联邦学习 它的这个核心的idea呢 就是我要把模型分到不同的party去训练 那我的模型与模型 就是可能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模型 然后我在server端没有这么大的算力 那怎么办呢 我让不同的client拥有一半的模型 拥有就是不同的layer 这样的话我让大家能组合在一起 进行联邦学习 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场景和分支 那总结下来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联邦学习 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或者它之所以和distributed learning不同 是在于它的核心问题 是解决这个privacy accuracy和efficiency 它们三者的这个trilema的问题 那就是在distributed learning 其实我们是没有这种问题的 我们是一个highly coordinated的这样的架构 但是在联邦学习 因为我有各式各样的heterogeneity 就是说我异构的数据 异构的这个device 异构的设备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这个数据我还没有办法拿到 我又看不到这样的数据 那这样的前提下 我怎么去优化这三者 其实没有人能够把这三者同时优化 就是大部分现在的work 都是在两者或者三者之间取一些trade off 所以比如说dp 我们熟知的dp问题 它就是说balance这个accuracy和privacy 然后比如说这个隐私计算的一些基础的方法 比如说mPC啊he 它其实是在balance这个privacy和efficiency 等等等等 所以为什么它这个heterogeneity 有很大的挑战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 如果在不同的这个9ID的这个数据下面 就是联邦学习 fine average的algorithm 是这个想 它就是会比这个真正的 真正的正确的这个SGD 能够给我们的结果是越来越diverged 如果我们的data是越来越diverged 然后呢另外就是说现有的dp 如果不是在大规模的这个用户上面去使用的话 它往往是达不到原来的这个模型的accuracy的指标的 我觉得就是dp的这一部分 我可能就不再细说了 就是dp它现在federal learning这部分 它有四个分支 就是分别是local dp centralized dp distributed dp和hybrid dp 其中local differential privacy是应用最广 也是在谷歌啊 然后apple上面都已经进行大规模的应用了 然后现有的隐私计算技术 包括投放安全计算量 同态加密这些 我们也不再细讲了 这里边呢就是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保护隐私安全的这些技术 都是在这些不同的隐私技术当中 去做mix and layering 然后最后呢能够起到一个最终的这个 根据不同场景的privacy in depth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work呢 其实是我们把这个gradient压缩和he的一个结合 一个有机的结合 把它做成这个在fed average的上面 去做这个隐私保护 然后因为这个有机的结合呢 能够让就是我们叫batch crypt 实际上就是把gradient batch 然后再用he去做这个隐私保护 那么最终就是它的这个在工业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传统的he要比明文传输要大概慢100倍左右 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些加速 比如说类似于像batch crypt的话 它现在比明文的这个传输可能也就慢几倍左右 所以它的这个提升是非常大的 现有的联邦学习平台啊 总结一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 那我们参与的有两个就是那个vbank的fed平台 还有fedml的research平台 这个第二个平台比较偏重于research 所以如果大家同学对于学校里的研究比较感兴趣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推荐来使用的 其他的更多的平台是这个工业级和产业级的平台 好 第二部分呢 主要是介绍这个研究的新趋势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个技术要点 其实是它的一个主流问题了 那联邦学习的新趋势有主要是几个方向吧 我把它总结起来 就是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 那梯度泄漏和攻击防御 然后第二个呢是个性化的问题 第三个是自动化的问题 第四个是数据价值 就是刚才几个speaker也都在讲的这个激励机制的问题 那梯度泄漏的问题 其实刚才台诚也讲过 就是这个embeding可以回推对吧 然后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模型的这个parameter 也可以回推这个数据原始本身 所以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attack的方法 越演越强 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defense的方法 那目前的defense方法呢 我这个就不讲了 就是后门攻击是 就是目前的defense方法主要是分为这几种 一个是加dp就是在数据里边加很多的噪音 然后让这个噪音去混淆原始的这个数据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gradient specification 就是我让这个t度 因为t度它fullt度可以泄漏信息 我的full embedding可以泄漏信息 但是如果我把它做这个specification 往往就很难回推了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加一些这个用模型来去保护 那用模型来去保护也是最近研究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向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传递的是一个中间的一个embeding 或者传递的是一个中间的结果 那么我是否能够用模型把它的这个embeding全部转换 全部转换之后 这个模型就变成一个encoding 变成一个新的encryption 那这个模型的参数就是这个encryption的key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在一些后门攻击和这个gradient defense的这个攻击上面 确实发现就是我们需要把这几者有机的结合起来 才能很好的去防御 然后尤其是这个gradient specification 现在看来是比较也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在很多这个最终的这个联邦学习的这个defense的各种比较当中 很多gradient specification的技术就是能做得比较好 那么第二个联邦学习的新趋势就是个性化联邦学习 就是原来呢我们是单数据或者这个单模式的这种device 但是其实我们现实当中呢就是每个人的objective可以不同 就是大家可以不用同时训练一个模型 我可以训练多个模型 然后每一个人呢用一些common knowledge来和其他的party去交流 就比如说我们共同训练的这个模型是一个pre-trained模型 但是我训练之后我可以在本地在fine-tune 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类似于federtive meta-learning的这种思路 那么现在把这两者有机的结合 有很多的研究 比如说用knowledge distillation 也是一个比较比较常用的方式 就是本地有一个模型和servidine的大模型 进行不断的knowledge distillation 能够满足本地的模型的各种需求 那么它在产业界用比较多的 然后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自动化的联邦学习 那自动化联邦学习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它是真正的这个工业界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原来的所有的联邦学习的架构都是在假设 我已经知道这个模型是什么样了 我已经知道这个数据长成什么样 但是如果就是我们完全对于这个数据和对于本身 我们要研究的这个system是未知的一个前提下 那么我们如何去做这个联邦学习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个思路就是引入这个autofl 就是autofml在联邦学习上的一个应用吧 那么在横向联邦学习里边呢 就是之前也有很多的学者提出这个 Fedited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其实就是把search这个architecture 和search这个model的objective 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了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主要提出了就是如何在宋向联邦学习里边 去做这个NAS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将来可能在就是 比如说cooperate system 像自动驾驶这样 有很长组的应用 这个之后我会讲应用的时候再讲 那最后呢就是说数据价值评估 刚才当宋讲了这个Sharple的这个问题 最主要的核心问题 就是现在的Sharple的效率太慢 那就是很难的这个工业应用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idea都是集中在说 我如何把Sharple去进行加速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propose了一些算法和思路 然后另外呢一个观点就是说 那我就不用Sharple 我用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规则去取代 比如说我就是把质量评估做得很简单 然后它就是包括模型损失 基于数据的size 这样一个非常就是common sense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积累 那么这种呢往往是应用在大规模的优化 就是整个系统的这个数据和模型分配的这个优化上面去用的比较多 那联邦学习机制研究 刚才杨老师也讲了 就是它分为几个层次 那最开始呢是这个技术层面的就是algorithm上面的研究 那后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testbed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simulation 真正就是simulate很多的player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系统上面就是用按照这个规则 然后产生最终的simulation的分配结果 那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实地的落地应用 好 刚才非常快速的过了一下这个趋势 那最后呢我想聊一下就是联邦学习的应用展望 这里主要是结合我们在air的一些产业应用的一些方向 首先呢就是自动驾驶是我们未来几年的一个AI落地的一个热点 也是一个必然 那么在传统的自动驾驶它的系统里边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训练往往是集中式训练 就是所有人把数据上传 然后在一个大的模型里边去做这个3D的visual detection等等 但是它的问题就有很多 比如说数据本身是泄露的 比如说它是集中分批量的去学习 它的样本采集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然后那它数据的整整体的传输量大 就是延迟也是比较高 所以最终有可能就是反应不够这个快速 同时呢它的这个整体的训练是一个统一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5G它的这个落地和到来呢 其实它是相当于enable了联邦学习 就是5G加上联邦学习呢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它可以把就是我们过去传统的这个集中式学习的这个框架 把它逐渐的过渡到说分布式的这个终端智能的 这个互相学习的体系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些 比如说multi agent system或者cooperate system 它们都是群体智能 那群体智能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假设 就是说我有很好的传输 但是同时呢我终端又有自己的智能 那么它有一些协调 那它的好处呢就是说 它可以保护数据隐私 同时它可以一直分布式的持续的去学习 而不用在就是批量式的收起数据 那么它在5G的这个加速下呢 它可以做到就是低延迟 就是因为它可以就传输少量的参数 对于突发的任务呢会应对速度比较高 然后最终呢就是它能够enable这个终端智能 就是这个其实是亚琴老师的一张PPT 就是我们认为未来这个自动驾驶 应该是这个单车智能 加上其实不是单车智能 应该就是车路协同 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车路协同它依靠的就是这个协同智能 就是说我单车的一个感知和路侧的这个智能 要结合在一起 那么它们各有优缺点 但是只要只有这个单车和路侧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 我们才能就是做到就是解决很多 比如说突发事件呢 肠尾问题等等这样的融合的互补 就是实现这个L4以上的这个自动驾驶之路 那么联邦学习在这个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是联邦学习主要是打破三层的这个数据孤岛 首先就是车与车之间的数据是不能共享的 那其次呢就是说企业 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A和无人驾驶汽车B 这个企业之间的数据也是不能共享的 而且不同企业他们cover的这个地域 其实是非常易够的 有的是在这个西部 有的是在东部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车路协同 需要的更多的是这个易够数据 就是我们的路侧设备 交通数据 第三方服务等等等等 那么打通这个易够数据呢 也是需要就是纵向联邦学习的 那联邦学习在这种驾驶中 其实它刚刚开始 它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那我把它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现有的很多挑战 它集中在这几个问题 一是说它这个数据的易构性 然后它的设备的易构性 这个适配问题 比如说中端的数据 它往往它的易构性是很大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中端的设备 它本身的算力的差异也很大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车路协同也好 或者多方的这个multi sensor的 这个种协同的这个V2V的这个场景下也好 就是这个严格的数据对齐的样本 其实是非常少的 就是往往会有延迟 就是路于端上 虽然我们觉得它们是同时发生的 但是在设备的传输上面往往会有延迟 所以这个样本对齐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么真实的这个样本对齐 可能几毫秒的差距都会影响到 这个自动驾驶的某一个关键任务的一个失败与成功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传输效率问题 还有隐私问题 所以其中一个解决思路呢 就是说如果解决这个易构设备的适配问题 那我们可以采用比如说这个NAS搜索 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纵向联邦学习里边 能够用自动搜索来搜索更好的 更节能的这个网络结构 那这个里边呢 看一下就是有 比如说这些点可能是我们就是直接用这个VFNAS 就是纵向联邦里的自动搜索 就能搜出比很多这个 这个visual的这个network要模型要小很多 但是效果又不差的这样的结构 它能适配就是更更适配终端的设备 但是同时呢为了解决这个multi sensor 这个样本少的问题 我们其实是就是采用了这个self 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法 那self supervised learning呢 它可以在没有就是标注数据或者没有对齐数据的前提下 它也可以就是加速我们的训练 所以采用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看到它的整体的这个性能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那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但后面呢我们的挑战还是有很多 那在智慧医疗上面 就是刚才杨老师也讲了说这个nature的这篇文章 大家可能很多人也比较熟悉 那其实它讲的是一个peer-to-peer fettered learning的这个故事 那我们总结起来这个是它的原文嘛 但其实这个small learning它是什么呢 它是peer-to-peer bettered learning加上区块链 那这个把它应用在很多的这个医疗的场景里面 就是产生在结合医疗的这个场景和数据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医疗的联盟去参与吧 就是让就是整体的这个swap learning 它在医疗上的这个联盟和就是多家机构 它的这个样本的多样性和数据的采集上面 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swap learning是其中的一个了 我们现有的这个联邦学习的智慧医疗的框架 除了刚才说的swap learning还有melody一般 其实也有很多也是我们中国自创的 还有我们中国比如说一度云还有艺术坊 然后他们主要是在这个多家医院 然后结合这个医疗场景的很多的应用和病人管理这样的应用 然后另外呢就是fl q-cell这个这个平台也是杨枪老师和一些学者 共同研发的主要是应用把fl应用在这个制药上面 然后在可能穿戴设备上面呢就是中科院的学者研发了这个fet house 主要也是说把这个终端的可看待设备的数据能够集成起来 那可以说中国我们在这个联邦学习智慧医疗上面其实还是走在前面的 因为这个领域还在兴起那么可能不同的地方是就是我们看到欧洲 它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联盟它是有多家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参与的 但是在国内呢我们往往是就是一家企业先开始 然后把这个厂或者把这个基本的这个架构先铺起来 然后在这个上面再做一些联合和创新 所以它的挑战呢也是有很多 就是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医疗的框架都是同构数据和同构模型 其实还没有打通这个异构数据的这样的场景 然后另外呢医疗的场景对于数据隐私和模型效果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最后呢它就是缺乏一个公平性的一个评估 所以最后呢我们想讲一下就是我们和一度云 还有杨强老师还有那个南洋理工的学者们一起合作 是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联邦学习激励机制的一个优化的一个算法 把它落地在一度云的这个医疗大数据体系当中 采用的算法呢是我们一起研发的就是把Sharplay进行这个整合和加速 那它的加速呢能保证说原始的Sharplay大概需要2的N四方这样的模型重组 那么基于这个GTG的Sharplay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不会改变 就是整个我们是需要训练一次只是需要它的这用T度的信息去估算每一个用户的contribution 所以它其实是通过一些就是accuracy的一些牺牲来保证它的efficiency 那我们把它落在就是这个一度云的这个整体的医疗体系中 这个也是一度云的蒋总今天也在 其实是非常感谢他和我们一起做这个项目的合作 那我们现在呢是成功的也已经把这个evaluation的server 固在了这个一度云的整个的这个医疗的品牌上面去 那么未来呢希望这个联邦机制呢能够支撑的就是这个上面的显示的这些科研的管理啊 还有科研项目的执行等等这些研究的这个结果 最后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其实讲了一些这个技术上的内容 也讲了一些产业上的这个展望 但是希望就是能够take home的这个message呢 就是说自动驾驶智慧医疗等产业落地 已经为这个联邦学习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个新的挑战是原来的框架可能还没有满足 还不是很全面的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上面可以产生新的这个研究 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很大的趋势是吧 联邦学习与5G区块链等技术的结合 那他可以就是5G的结合可以促进效率的升级 区块链的结合可以促进这个安全性的升级 然后最后就是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共享 我个人认为也是和这个杨强老师还有张宋啊等等 前面学者的观点是一样的 他应该是未来AI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 谢谢大家 chiar bo 谢谢大家